今天上午自淡水区的油车里活动中心 一群婆婆妈妈志工们正在戳着汤圆准备过节 而现场除了区长之外 今天这个活动相当特别 由红树林数位有线电视与你办公室一起合办 在活动中心外头还有有线电视提供的数位电视服务 另外富邦人寿 富媚通讯处跟一同参与 让长者能够来凉血压 场面是非常热闹 然后我们明天就冬至了 然后今天把它做一个冬至的节庆 然后就做今年度的共餐结束 然后我们今年我们红树林 这边要关心我们这边的长者 然后就赞助我们经费 然后来办一次那个共餐 然后来回馈地方上的一些长者 红树林有线电视本着回馈地方的精神 不断的举办各种的公益活动 今天很高兴能够配合油车里办公室 堂里长举办这个老人共餐的活动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各个里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持续办理下去 里长表示今天因为刚好遇到 每个星期二的共餐活动 再加上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冬至节庆 因此才会提前举办搓汤圆的活动 而每一位不管是阿公还是婆婆妈妈们 都将准备一个早上的面团材料端出来 以大家一起搓汤圆 而另外现场新北市议员 珍奈丽湘也一同来共襄盛举 非常感谢洪树林对地方的这么的照顾 那堂里长非常认真 因为明天的冬至的气氛 他提早一天把它吵起来 那在地的居民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里长的用心各位志工的参与 我想各位乡亲都看得到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洪树林 跟我们油车里里长所举办的搓汤圆这个活动 那很高兴看到我们洪树林 有线电视台和我们油车里合作 来办这个睡末关怀老人的一个活动 那不只是有搓汤圆 还有提供非常丰富的这些表演节目 让老人家都非常高兴 那尤其是在老人共餐的部分 那我们洪树林这边 还有赞助部分的经费 让今天的共餐的菜色更丰富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油车里老人共餐协会 这也是我们副班能受 在地生耕能够未来能够跟各个里民参加这个活动 除了一大早的搓汤圆 还邀请了许多的社团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场面跟天气一样非常热闹 而洪树林有线电视总经理说 身为在地的有线电视业者 希望能够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将资源回馈地方 提供地方里长共餐的经费 而未来更希望将这样子的活动 陆续的与其他的里长一起举办 将回馈精神与资源 落实到地方的各个角落 记者许端一带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